好 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我说快点啊 别一会儿说到一半人就凉了 很开心来到怎么办脱口秀专场的收官业 非常兴奋 很久没有参与这种大成本大制作低评分的综艺了啊 李淡 淡总啊 搞团宗其实简单得很 你们得先红 再糊掉才能做团宗 不能上来就直接做 所以你们的当务之急呢 就是努力地糊一把 加油 你们肯定可以的 我们那个节目能成呢 因为我们六个人都足够地糊 别人做节目 时刻都要考虑 这是可以说的吗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彼此的黑历史 那是光光地往外说啊 毕竟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顶多失去彼此 什么张远做婚庆歌手啊 苏醒杂电视啊 王月星离婚呢 说了个遍啊 当然你们也天天说离婚了啊 这点算是学到皮毛了 就差一个杂电视的婚庆歌手了 王勉 看好你哦 看了我们节目的观众都说呢 很难得在一个真人秀里 看到有真感情的嘉宾 那可不 我们几个都是一路落魄过来的 感情相当纯粹啊 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因为根本没有利益 名气大的那几个啊 张杰啊 魏晨啊 都没来 很遗憾 他们这几个一直红的人 就这样错过了翻红 内鱼呢 这几年比较流行复古 因为现在实在没什么好东西啊 有好东西谁还看老东西 包括邀请歌啊 比如现在的音乐啊 几乎没法听 我这个老东西的机会就来了 有一首歌叫《破译》 之前上了热搜 是吐槽影视圈的 那我唱两句啊 大概就是开机被刷屏 一部烂片又破译 朋友圈里的圈里人在相互作戏 好像不跟着点个赞就会被唾弃 谢谢 是不是还可以啊 这是我五年前写的 我现在才找到机会打歌 我手上还有八十多首歌可以打的 这些歌都挺有表达的 不光吐槽影视圈的 还有吐槽音乐圈的 吐槽idol的 这样狐行凶嘛 就只要你足够狐 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 想喷谁就喷谁 我那不是简单的狐 是喷狐 当年的内域呢 还是很精彩的啊 我们当年比赛唱歌是要全开麦的 虽然有瑕疵 但是真实 现在别说全开麦啊 半开麦已经是很努力的哥哥了 更多的是假唱 挂个tune啊 自己不出声 闷声发大财 居然连脱口秀演员都要来假唱 就你们那个什么团歌啊 什么别憋 别憋 别憋 就那么几个字还要对口型 还对不准 假唱啊 也是有门槛的 不是人人都能假唱五分钟的好吗 现在的idol呢 就是被包装的一点瑕疵都没有 完美的像个假人 他们只活在自己的广场和抄话里 有一次我看一个idol 发微博 头五分钟啊 只有十几个评论 第六分钟 光的一下干到三千 你不是这么扯呢吗 所有人都蹲那踩点给你评论是吗 我从头盯到尾 我跟你说 除了我没有人那么闲 那有人就说了 你天天盯着微博 干嘛呢 我在微博趴活啊 现在好多节目都说要你腰苏醒 就连披荆斩棘的哥哥 你腰名单也有我 就没有一个食腰的 我就不明白啊 就你看我现在啊 没活 档期多 没咖位 配合度高 没市场 不涨价 我只想对这些节目组说 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你明天找我也可以啊 后天我就怕你记不起 还好呢 感恩啊 脱口秀节目没有忘记我 又找了我一次 thank you very much 我现在是有活就干 有台就战 我知道 我可能还会再胡 但我不再胡 双鸭 skirt 其实说个心里话啊 我真心希望你们不要胡 万一你们胡了 再做出个爆款的团宗 就再也看不上我了 谢谢大家 我是苏星 感觉吐槽大会回来了 我们团宗也是有胡咖的 显哥 我们团宗有胡咖 而且呢 接下来马上可能就要办婚礼了 你们那个婚庆歌手啊 我们也用得上 掌声有请杨梦安 大家好 我是苏星 我觉得一定有人会疑问啊 就是说这最后一集了 为什么要让一个最胡的上来讲脱口秀呀 因为最红的都去武士和朗诵了呀 我相信你们看了节目一定也知道 就是我们每一期最重视的 就是这个开场秀 这个节目一开始的初衷 是要把我们九个打造成脱口秀第一天团 发展了这几期啊 我们现在就是齐鲁民间艺术团 而且我在这个节目里 也是干了很多事 慢财 唱歌 跳舞 我啥都干了 媒体还采访我问的 说哎 为什么要这次在节目里 尝试这么多喜剧创新呢 为什么 因为我写不出脱口秀了呀 我要是直接能站在巴巴 逗你们五分钟 像我至于干这个 扁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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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 刚刚这个苏星哥批评我们假唱对吧 但他可能有所不了解 这个别人假唱 确实是不尊重观众 但我们假唱 就是为了尊重观众啊 你说我们的突破演员一个个 真的唱得比说得难听多了 让我们真唱 和直接骂你们没什么区别 录那个团歌的时候 我就四句话 录了两个半小时 后半夜就那个录音师跟我说 摩恩啊 看见外面的狗了吗 他都学会了 而且录节目真的特别不容易 因为我们有几期 他是在居家隔离期间录的 公司呢把设备送到我们那儿 让我们自己录 那几天我可太丢人了 就别人出门都是拿物资 什么蔬菜鸡蛋肉 我出去一箱一箱 往回拎摄像机啊 后来那小区越传越学乎 就说四号楼302的小伙子 快撑不住了 准备记录自己的最后时光啊 而且我就发现 现在的综艺就特别流行 去体验别人的行业 我们也整 我和护兰去送外卖 就你们点外卖的时候 见过护兰那种 白白胖胖乐乐呵呵的外卖员吗 他说我要收外卖的时候 我看见是他 我都怀疑他偷吃我外卖了 你这个小浣熊 腮帮的鼓囊囊的 是不是藏着我黄门鸡呢 然后我们体验一天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累很辛苦 但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无法真正感受人家的辛苦 就是我觉得 让艺人去体验普通人的工作 这个事就很滑稽 它滑稽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 我反过来给你讲 一个高贵的公主 要去体验民间生活 然后他的水晶鞋换成了小草鞋 在平民家里 擦桌子 收拾灰 收拾屋子 什么也干不好 坐在地上感慨 哎呦 你们的生活跟人太辛苦了 然后一看表 妈呀 11点50了 我得赶紧走了 再不走 我的五星级大酒店 就要关门了 然后呢 哦 我的商务保姆南瓜车在哪里 回头的时候还不忘跟平民说 你们真的好辛苦哦 我会让粉丝给你们点赞哦 平民们收拾着公主留下来的烂摊子 表示 不是生活太辛苦 是您太娇气了 然后其他真人秀 我觉得也真的没啥意思 就比如说那个恋宗 我感觉 他们就是顺着年龄往上拍 对吧 先拍谈恋爱 谈恋爱完了就是结婚 结婚完了拍离婚 离婚完了有二婚 我现在就是感觉 会不会很多年以后 65岁的李旦 接了一档恋宗 恋宗的名字就叫 续贤嘛 老伴 李旦 绝对是那个综艺里面 最受欢迎的男嘉宾 所有女嘉宾都想跟他吵CP 女嘉宾的儿女们都不理解 说妈妈 你看上这骚老头子什么了 妈妈说 孩子 你这回真不懂了 这老头 一看就是酒精干 指定走得走呀 然后啊 现在还有那种 一线城市的观众 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 就是让那个明星去农村 劈柴做饭 看他说 哎哟啊 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呀 有什么好向往的 你过年不就回去了吗 而且这种慢综艺 我最不理解的地方是哪 就是让一群 在城市生活的艺人 跑到农村去生活 然后把牲口当宠物养 那小鸡 小羊 就养了 起好名字 从小养到大 然后时不时 头上配上花字 那小羊头上 可可爱爱 我 我是一个内蒙长大的孩子 我从来没在羊头上 看见过这样的字 我看见的都是 四十一斤 然后录完这次真人秀之后 我就真的发现 其实真人秀里面 没有人是真实的自己 就是因为 镜头会放大 你身上的每一个点 比如你现实里 你摔倒了 你就摔倒了 然后没什么了 但是如果在真人秀里 你摔倒了 会先把所有人的反应 都切一遍 是吧 啪 摔倒 你没事吧 所以我们呀 在镜头里面 就会变得更夸张 更友善 更文明 更好 就正如著名俄国作家 高尔基所说的 镜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谢谢大家 我是杨曼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总觉得 他的害怕中 有一丝期待 最后一期了 熟悉我们这个节目的 朋友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脱口秀演员们 是表演过多段 漫才的 漫才上来之前 我一般都要把麦 拿到这边来 然后我就下去了 但今天我就不下去了 给大家献丑吧 掌声有请我的搭档 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大家好 我是李丹 我们是建国和李丹 这五年我怎么过呢 朋友 恍如隔世 我们上次一块 讲漫才的时候 你还是单身 我现在也是 露脸嘛 其实要干嘛 多大能耐似的 我们这些年 变化很大 那确实是 变化最大的 就要跟你汇报一下 郭仔 我会讲漫才 学会了 学会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漫才就是两个人 一起演一个情境 一问一答 举个例子 比如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一个安全带 我跟安全带 怎么一问一答 你得演个人啊 再来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司机的女朋友 好恶心啊 你演个男的 你演个男的 再来 我演一个专车司机 我演个男的 你报上瘾了 不是这样的 你这样啊 一问一答就好 我演一个记者 你演一个身家百亿的企业家 行了吧 不许报了 身家百亿不能报记者吗 不能啊 不能啊 我身家百亿 你是一个记者 是 那我采访你一下 我今天到这里 你采访我干嘛呀 我采访你啊 反了呀 我采访你啊 李总你好 请问你是怎么 赚到这一百个亿的呢 主要是我的亲朋好友们 烧给我的 你是死了吗 废话 一百个亿上百亿赚钱 满财呀 不用考虑那么多 我再问一遍啊 李总你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呢 是我爷爷去世留给我的 那你爷爷为什么这么有钱呀 是我烧给他的 你烧给他 你找到什么玩意儿洗钱呢 不是这样的好吗 不是 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 来 我卖车赚的 我一年呢 卖几十亿辆的车 哦 那您是卖什么车呀 豪车啊 豪车 豪车 现在买个什么玩意儿啊 那不还是洗钱吗 我不问这些了 我问问你怎么花钱 你说一个你比较花钱的爱好 花钱 花钱 我呢 经常要去各大豪华商城啊 门口坐摇摇车 你 你坐摇摇车能花几个钱呀 坐摇摇车上路 罚单很贵的 那玩意儿能开上路吗 你开它 你能去哪啊 去见我爷爷 那你 那你是装死了呀 你知道李总 李总成功人士 咱们得有一点高端的消费 你说一个最花钱的 花钱 我比较喜欢读书 我最近呢 尤其喜欢莫言 读莫言老师的书很花钱吗 不 我都是请莫言来当面给我读书 你太没礼貌了 我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获得者 你们有钱人太变态了 那你都请莫言老师读他的什么书啊 我都是请莫言读我的书 李宛宛脱口秀工作手段 你对莫言尊重一点啊 我对莫言很尊重啊 我都是这么说的 读一段吧 莫言爷爷 别贴了 老李你发现没有 咱们两个人越来越老了 但是咱们的曼财越来越幼稚了 为什么 我觉得曼财就挺幼稚 曼财不就这样吗 我看肉食动物白雪公主什么 这一段比肉食动物强多了 曼财本身就是 说什么呢 我们在后台憋好久了 大墨 他说他们俩讲得比我们好 老板说的对呀 这个时候没必要装傻了好吗 不是 我觉得确实讲得还不错 但是呢 应该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两个可以带着他们俩演一段 可以啊 这么老多人 那咋演们才啊 没事 你俩跟着我就好了 那我们开始吧 你好 我是今天来采访你的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呀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 四个记者嘛 就我一个记者好吧 你好 我是记者 我是按摩师呀 我是顾客呀 我是隐藏摄像机 这是去暗访了吧 就正常采访 正常采访 好吧 首先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拍一个封面 好吧 来 三二一 砍墙 这是暗访结束以后了吧 我们今天啊 是这样的 我呢 作为记者 采访你们三个成功人士 好吧 来 这是我的名片 怎么把名片调了呀 一打一瓣口袋装 轻巧便携随身方 独立包装 好分享 直接插硬广是吗 不愧是成功人士啊 不是 今天啊 我们是这样的啊 我是准备这个 在家里采访你们 先去我家吧 好的 上车 你们俩还没报够吗 不去你家了呀 去我家 去我家 我给你们开门 喂 到底是不是一家呀 建议 去李总家 威马锁 指纹 还有鸿膜 高科技啊 居然连门的话 之前那些没必要要了呀 妈开门啊妈 家里有人啊 家里有人直接开门进去就好了呀 请进请进 准备好了吗 三 你们怎么紧张起来了 一 强来了 都怪你呀 没人告诉我家里还有机关呀 重新来一遍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强来了 成功了 再来 还有啊 第二面 三个人都都不一样了 都怪你呀 不是 没人告诉我还有啊 你们教教我好不好 这样 我错了 好不好 我错了 好吧 我们从头来 好吧 从头来 好吧 我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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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个头来的呀 我求求你们了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进屋 进个屋 坐下 坐下聊 坐下聊好不好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 爸爸的爸爸和爷爷 够了呀 谢谢大家 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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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不过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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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